新冠病毒给我国的经济重重的一拳 为了缓解疫情对各行各业造成的影响 首相慕尤丁昨天就说 政府其实过去一年来做了很多 透过多个经济纾困方案 还有财政预算案已经开了水喉 猛砸超过6000亿令吉的巨额拨款来振兴经济 慕尤丁也很坦白说 一波又一波的就是配套 已经导致我们的国库所剩无几 没有多少钱剩了 但是慕尤丁说为了维持人民的生命和生计 政府别无选择必须花这些钱 不过这一番国库几乎已经被掏空的言论 看在人权律师西蒂卡辛的言力却是非常讽刺 下来感动感念的他在推特上就炮轰说 政府这边乡喊穷 可是另外一边乡却有部长被人踢爆 说他带着一群人乘搭豪华私人飞机出访沙特阿拉伯 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虽然西蒂卡辛没有直接点名部长的名字 不过相信他说的那位部长 就是掌管伊斯兰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祖吉菲里 而一条祖吉菲里被指乘搭豪华飞机的影片 也成了网民讨论度很高的一个热门课题 因非政府组织穆斯林世界联盟邀请出访沙特阿拉伯的首相署部长祖吉菲里 在上个星期六飞敌首都利亚德后展开多项访问行程 而在社交媒体拥有高人气的他 也频密地在推特分享这一趟沙特之旅的收获 昨天祖吉菲里上传的一条影片显示 他乘搭空中巴士319抵达盛城麦迪娜与当地代表会面 不过步上所乘搭的这一趟航班却引起网民惹议 从另一条网上疯传的影片可以看到 这一架飞机的内部装潢非常奢华 除了设有双人床 还有舒适的沙发 按摩椅和大屏幕电视 而在影片中间的部分 身穿白色长袍的祖吉菲里被拍到走入机舱内 至于飞机内的其他人则纷纷掏出手机拍摄机舱装潢 并且兴奋地谈论飞机的内部设计 部长和官员乘搭豪华飞机享受奢华的行程 这个视频在社交媒体曝光之后 就有很多网友排山倒海的这种批评声浪就来了 有人就留言投诉 说政府说已经没有钱在帮助人民了 却永远还是有钱 为国盟政府内部的70位政府部长发薪水 那眼看部长搭这个豪华私人飞机出访的争议 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祖吉菲里的办公室今天就发文告紧急灭火 来澄清网络流传的那一趟航班 关于有关的争议 他说那是得到了穆斯林世界联盟的组织的赞助 而且部长也是从利亚德飞往迈迪纳时 才乘坐这个私人飞机 至于从马来西亚飞往沙特阿拉伯的时候 部长跟其他人一样都只是承搭普通的航班 并没有这些人所说的头等舱 那文告还补充说 由于祖吉菲里是麦蒂娜伊斯兰大学的校友 所以沙特的王子是出于对于祖吉菲里的尊重 以及大马跟沙特的友好关系 才会赞助让部长乘搭私人飞机的 那另外一边像在网民的追问之下 祖吉菲里本人也亲上火线 给出同样的这样的解释 部长说由于我国跟沙特有良好的邦交关系 所以那一趟私人豪华航班呢 是获得穆斯林世界联盟的赞助的 是获得穆斯林世界的